第一 投了很多的互联网企业 投一个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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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能成 张蕾说 我要投一家公司就看四个东西 第一 这个创始人有没有格局 格局够不够大 他投京东的时候就跟刘强东就跟他聊 聊完以后发现他有格局 然后投腾讯就跟马化腾聊 就一 他投这个企业这个创始人有没有格局 第二 这个创始人带的团队有没有执行力 能不能把战略做到精准执行 第三 就是这件事 他做这件事有没有专注度 第四 他对自己的能力 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认知 把这四条写上 高领资本投资成功的核心命远 就四条 这是这个张蕾写了一本书叫价值 价值这本书里面核心讲的这四条 一 创始人的格局 二 创始团队专注力 团队的执行力 这个创始人对自己的能力边界 有没有认知 他把什么牌地位 格局咱最后讲 第二 专注力 就一个老板今天做这个 明天做这个 后天做这个 这个老板这事能不能做成 再说各位 说实话 掏心窝的奖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生意给到你 让你可以一年赚两千万 你会马上换行的请举手 你看 一半 什么意思啊 连老板都对自己做了那件事不坚定 你的员工怎么可能坚定呢 老板都天天想着换行业 那员工肯定想天天跳槽啊 所以你不能够什么都干啊 当年马云用三句话说服真正义 第一句话 全天下投资人有的是 我马云就一个 第二句话 我将会用我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这件事叫阿里巴巴 就这一句话瞬间就说服真正义 所以专注力很重要 就任何一个事做三年 你就有可能做成专家 任何一个事做十年 你可能做成权威 任何一件事你做二十年 你能做成世界第一 就一个人 一个老板一会投这个 一会投这个 一会投这个 不用跟他合作了 废了 这个人已经结束了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然后执行力 你的战略再好 老板再有格局 你团队没有执行力 帮你打不了胜仗 行不行 那不行 第四 这个创始人 对自己能力边界 有没有认知 你看 在座各位 你看刘邦 刘邦他很有自知之明的 朋友们 他是非常清晰的 他知道他自己不善打仗 所以当他纳了张良以后 他马上就把部队给张良了 张良说 主公我真不行 我当谋士行 你让我运筹 为我学生千里 没问题 但是让我对兵打仗 我真不是这玩意 刘邦说 那你也比我强 结果张良打仗 打三次输三次 后来呢 就用了韩信 用完韩信以后 刘邦非常清晰 我不行 他知道自己不行 但是还是觉得 我能不能试试 然后就带了带兵 就韩信带兵打了三次阵仗 部队壮大了 他就开始又带了两次兵 结果两次赌败 后来他就非常清晰认知 我是不能带兵打仗了 韩信还你来吧 就一个老板 如果对自己能力边界没有认知 老板总觉得自己很牛逼 资本我也懂 管理我也会 产品我也会 技术我也会 你就啥都不会 你看马云 马云非常有知识之名 这位各位 到现在为止 一将阿里巴巴创始人 他竟然不懂互联网技术 这位各位 就是因为他不懂技术 所以他搞一大堆 懂技术来帮他干 什么叫老板 老板就是 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不知道怎么干 所以去影响一大堆 知道怎么干 但是不知道干什么 来帮他干 把这句话写上 这精髓呀 老板就是知道要干什么 不知道怎么干 所以去影响 一群 知道怎么干 不知道 干什么的人 来帮他干 你们知道周老师 是在什么时候 命运发生改变的吗 看穷爸爸 父母是让我有了方向 有了梦想 但是真真正正 让我改变的 就是在我17岁 没人知道是吧 我17岁 想去 想去干嘛 对 是读了电脑学校以后 我就开始出差 做IT 河南省全整完以后呢 我就想去西安 开发西安市场 老板到现在为止 没整整我 为啥开发西安市场 我去了秦始皇陵 我以前是个很狂的人 总觉得自己很牛逼 但是当我往秦始皇陵的时候 当我站在秦始皇陵的那一刻 我想着我脚下这个男人 是统一天下 一扫六合的人 我就瞬间感觉到自己 无限渺小 当你瞬间感觉到自己 无限渺小的时候 你就会被这个人 瞬间给你放大 就从那一刻 周老师就变了 在座各位 所以 你们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格局不够 张磊说了 他投资看中的第一个指标 就是创始人的格局 这个人只要有大格局 就有能量 那什么是格局 马上升起个金的塔 钱 事 人 对于一个在钱上放不开的人 他认为这个人花钱很大方 就是格局 对于一个心中 总是做小事的人 突然看到一个有干大事的人 他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格局 我还是那句话 真真真真有格局的人是什么 在钱上没有困惑 放下钱才能赚到钱 在事上没有困惑 放下事才能做大事 最关键的是心怀 众生 钱 事 人 格局应的他 钱在他看来 那就是工具 全花 花完 千金 三金还不来 如果这样讲 还听不懂 老师 格局有用吗 格局是个虚的这个东西 这东西有用吗 跟我们创业有啥关系啊 来 各位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故事 假如说 有这么一个很穷的穷光蛋 他在全球煤油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点煤油灯的那个时代 他发明了电灯泡 但是他是一个小度急长 极度自私自利的人 请问这个人 就算他发明了电灯泡 他能不能因此发财 他绝对不能 他不但发不了财 他还在想 我操这个发明太牛逼了 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 只要我家点电灯 一定要让别人都睡着了以后 我再点 头目要点 再讲话呢 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是一个极度孝顺自己父母的人 他是一个极度渴望 让自己的家族光中要主的人 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他会怎么做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 首先整个家族全部点上 第二 带着家族的人一起去推销灯泡 把灯泡卖出去 让自己的父母过上好生活 就这个人再烂都能混成个小老板 能够赚点钱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他上升到了为员工这个维持 在座各位是老板的举手 你今天吃的穿的名利权利 所有一些都是你的员工给你提供 没有员工你啥都不是 他上升到了爱员工这个维持 他渴望让员工跟他一样过上好生活 买房买车 那这个人就瞬间就变成了个大老板 因为他会把股份分给员工 让全员跟他一起干 当全员是为你 为自己干的时候是没有动力的 但是当全员是为自己干的时候 那这个动力是无限的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他一心就是为顾客 我希望让顾客用了我家灯泡 都能够幸福 他瞬间变成了一个企业家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发明灯泡以后 极度兴奋 他心怀天下 他发明灯泡 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用灯泡点亮中国 他瞬间变成一个民族企业家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姓艾 叫艾迪生 他的使命格局是 我要用灯泡照亮世界 你们都以为艾迪生是个发明家 对不对 我今天正式给你揭秘 艾迪生的正式身份是个企业家 有一家公司叫机翼 通用电器 杰克维尔奇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而通用电器的老板 创始人就是艾迪生 他没有用这个灯泡 照亮他自己家 照亮他家族 照亮他的员工 照亮他的顾客 照亮美国 而是用这个灯泡 照亮整个人类 所以艾迪生 轻视流明 所以艾迪生 变成超级亿万富豪 所以艾迪生 现在的公司 还是世界五百强 他虽然已经死了 他儿子的 儿子的 永远是富豪 就因为他祖先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影响了后世五千年 他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讲到这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反思 不同格局的人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结局不一样 因为写上 格局直接决定结局 格局直接决定结局 感谢观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